大家好,我是天井岳阳的汉语老师,我叫夏静,很高兴认识大家。 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组词是如何和怎么的用法。 好,在正式开始讲如何和怎么以前,我先需要告诉大家这四个词用汉语说是什么。 第一个pronounce用汉语说是代词,第二个verb用汉语说是动词,第三个written language用汉语说叫书面语,第四个spoken language用汉语说是口语, 口语,这四个词不需要大家记住它怎么说,但是如果我在上课的时候说到代词,动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尽量用汉语来给大家解释,我们要少说英语,好吗?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如何,如何,如何是一个代词,如何是一个代词,好,它是一个书面语, 所以记好口语就是我们平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这个词的,因为它是书面语,好,如何一共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询问方式的意思是怎么,这个怎么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大家学了说你怎么来中国的,明天你怎么去公园,你的名字怎么读,这个汉字怎么写,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如何和这个怎么是一样的,所以以前我们学怎么的时候,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读,怎么去,怎么的后边需要一个动词,对吧? 所以如何和怎么一样,它的后边也需要一个动词,意思是怎么,但它是书面语,我们看例句,第一个, 明天我们开会讨讨论一下如何安排明年的工作,那意思是明天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讨论,我们要商量明年的工作要怎么安排,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清楚每一个词语,是每个老师都应该考虑的问题,那这个如何还是怎么的意思, 这个句子有点长,它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给学生解释的很清楚,大家理解了吗? 好,我们看第二个意思,第二个如何还是一个代词,但这个时候它用在一个句子的最后,看到了吗? 我们的例句,它都是用在句子的最后,这个时候如何是问别人的意见,看法,或者是情况,它的意思是怎么样,比如以前我们见到朋友会说, 哎,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开心吗?好玩吗?对吧,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如何和这个怎么样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但是因为如何是书面语,所以你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还是要说怎么样,不要用如何去聊天,有点奇怪,好,看例句,第一,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如何? 那这个意思是,我们很长时间了,有点累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这是我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们用如何来问别人怎么看?好,第二个,今年你的工作和收入情况如何? 那就是我想知道,那就是我想知道,那就是我想知道,今年你的工作怎么样啊,你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比去年赚更多的钱呢,是这个意思,好,这是如何,下边我们来看怎么,怎么一样,它还是一个代词, 然后第一种意思,然后第一种意思是询问方式,这个和我们如何的第一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它的后边是一个动词,所以你看,你昨天是怎么回的家,意思是,你昨天是走路回去的,还是坐地铁回的,还是骑自行车回家的,所以是怎么回的家,好,第二个,这个汉字怎么读, 是我看到一个汉字,是我看到一个汉字,我不认识,所以我问问你,它怎么读,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对吧,我们很早以前就学了,好,来看怎么的第二个意思,它是问原因,意思是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怎么这么冷,就是今天为什么这么冷,对吧,可能说有冷空气来了,就这个意思,好,第二个, 昨天你怎么没来上课,那这个是昨天你没来上课,所以我今天问问你为什么,我要问原因,这个时候可以用怎么,也可以用为什么,好,怎么的最后一个意思,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见不常用的, 它表示惊论,这个诊论,这个诊论,英语的意思在这儿,然后它一般用在句子的开始,看到了吗,一定是句子的开始,表示惊讶,意思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我不敢相信,比如说,怎么,你还没去过天安门,那这个情况,比如说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来北京已经五年了, 然后有一天我们聊天,我说,哎,那个天安门现在比以前漂亮多了,他说,是吗,我都没去过,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吗,你在北京五年了,你都没去过天安门吗,这不太可能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怎么,你还没去过天安门,这个你说话的时候,到最后这个调一定是往上走, 你还没去过天安门,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好,第二个,你看,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那意思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了, 但你告诉我,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吗,你还不知道吗, 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这儿我们用怎么,怎么,你还不知道吗,就是这样的, 好,那现在我们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如何和怎么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首先,他们一样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个代词,都询问方式,就是你怎么做这件事, 比如说,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进, 那这个句子一样可以说成,只有知道怎么停止的人,才知道怎么高速前进, 就是你知道怎么停,你才知道怎么进步,怎么往前走,是这个,是这个意思, 好,下边就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如何是书面语, 书面语就是我们平时写文章,你看书看报纸经常会遇到的, 比如说,该如何爱护我们的地球,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式的话题, 所以是书面语,我们用如何,那怎么是口语,口语就是我们一般聊天说话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 比如说,你今天是怎么来的,这两个句子,你把这个说该怎么爱护我们的地球, 这个意思完全是对的,语法也是对的,只不过,我们要说书面语, 在这儿用如何就听起来更舒服一点,这个因为是口语, 所以如果你说你今天是如何来的,这个意思和语法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如果你用了如何,就会让别人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是什么时候说话, 然后要用不一样的词,好吗? 好,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怎么可以用来问原因, 就意思是为什么,但是如何没有这种用法, 我们不能用如何来问别人为什么, 好,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如何用在句子的最后, 看到了吧,用在句子的最后, 问别人的意见,想法,怎么用在句子的开始, 表示很惊讶,我不敢相信是这样的, 大家听懂了吗? 好,为了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听懂了, 是不是真的会用了, 我准备了一点练习题,给大家一起来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看,看看你是不是能做对啊, 看第一个,我们昨天刚见过,今天你不认识我了, 你看,首先在这儿啊,它是在一个句子的开始, 而且我们看意思,我觉得我们昨天刚见过面, 今天我在跟你说嗨,哈喽, 然后你说你是谁,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 我觉得怎么可能我们昨天刚见面, 不是十年以前,是昨天, 你就不认识我了吗? 所以我不太敢相信, 那通过这两点,我们知道这儿应该是怎么, 对吧,表示惊讶,不敢相信, 好,看第二个, 后边说才能提高汉语水平, 提高汉语水平,所以在这儿你看它是一个动词, 然后我想提高我的汉语水平,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用的是一个方法, 我想问问别人有什么好的方法, 是好的办法,对吧, 但是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我觉得已经有同学想到答案了, 而且在这儿它是用在了句子的开始, 所以它应该是什么呀, 如何,用问题, 问方法的, 好吧, 当然用怎么也可以, 那就是看它是书面语还是口语, 好,第三个, 我不知道应该 安排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看这儿也是一个动词, 然后我想问的, 我说我不知道安排自己时间的办法, 那就是我有很多时间,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时间我要做什么, 所以还是一个问方法, 那应该是什么呀, 如何,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 你每天去公司, 所以你看去是一个动词, 我想知道你每天是走路去公司, 还是打车去公司, 所以这儿应该是什么呀, 我们面对面的聊天, 因为它说的是你, 我在问你, 所以应该是一个口语的情况, 所以这儿应该是怎么更合适, 对吧, 好, 这个, 明天是周末, 不用上班, 今晚咱们去喝一杯, 所以你看到在这儿用在了句子的最后, 那如何和怎么, 哪个可以用在最后啊, 是不是如何对吧, 用在最后表示怎么样, 问别人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好, 最后, 这么晚了, 你还不睡觉, 还不睡觉, 那我想知道的是这么晚了,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 对吧, 所以在这儿是问原因的, 相当于为什么, 所以应该是什么呀, 怎么, 对吧, 好, 这是所有的练习题, 你做对了吗, 对吧, 对吧, 好,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